各位觀眾們我們又回到來了特別影片啦 我在近期內呢好像有一段時間是沒有拍了特別影片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我還在想這一次很特別特別的劇情 我要寫做了很多很多那個劇情出來的時候呢 我才有辦法能夠拍出來給你們嘛對不對 然後這一次呢我已經寫好了啦 這個劇情呢是有一點稍微的很特別的 OK一開始的老師是由我CK在這個裡面呢 成為一位警察當然啦Officer CK嘛 就是我嘛對不對 Officer CK就是我 所以我一定在裡面是警察哦對不對 然後呢我在裡面呢 遇見了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我都要講先 因為呢待會這部影片呢 你們一定要看到完 看完了之後呢你們就只要發生什麼事情了 OK然後繼續繼續下去呢 你們會看到接下來會有奧特曼的出現啊 哥斯拉的出現啊 大金剛的出現啊 甚至還有馬桶呢 還有一個更加高級的就是 大宗人啊 所謂的大宗人 我不知道他的真正名是什麼 就是這一張照片啊 你們可以看到他那個那個人 整個人是個大宗柔啊 OK整個是時鐘的大人物來了 OK接下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些角色出現在裡面呢 影片你們就會揭曉啦 跟著這個劇情走 每一個星期晚上8點正的那個首播 呃算是首播update 是首播來的不是直播也不是影片 因為好算是影片啊 但是是首播來的 OK 所以影片下方人趕緊點下贊 然後 訂閱 OVK YouTube頻道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話 OK 然後呢 加入這個 VIP 鐵粉的這個 會員的話呢 我將會一律了 會有一些影片的會大概大概投入這個劇情 讓你們繼續的跟蹤 跟蹤 跟蹤 OK 所以加入這個 VIP 鐵粉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劇情大概是怎麼樣走的 OK 好了 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影片吧 Let's go 哎呀怎麼搞啦 為什麼在這邊會發現到這個 安張的布 哎呦 這條布到底是誰掛在這個地方 我的天啊 有沒有搞錯這次警察居然的掛這種 安張的布 臭的要死 我知道 一定是這個工人的 喂 你這個掃地工人 你幹什麼啦 為什麼你把那個 安張的布掛在那邊 罵了這麼多地方 你還掛那邊 你有沒有這麼安張 哎呦 我講什麼 我那裡有掛這個東西 你不要亂講啊 根本就不是我掛的好不好 不是你掛的 怎麼可能你在這邊掃地罵地了 你是我們警察去請來的工人 哎呦 不是你掛是誰掛 總之我不要看到在那邊啦 我跟你講啊 哎呦 根本就不是我掛的了 你不要亂講是我啦 哎呦 你們這些警察 全部就只看定我們這些人 哎 哈囉 哦 哦 哦 孩子 你不要拿那條布啊 OK 哦 原來你拿來罵過屁股的啊 你看你看 原來這麼臭 根本就是他掛的布耶 我現在清乾淨啊 還說不是他掛的布 哈 哇我的天啊 喂 你那個明明就是你的布耶的嘛 你你不要拿走 原來是你孩子拿來罵過屁股 哎呦 這樣臭 觀眾們你們看真的是太離譜了 那也可以這樣子的 掛那個布那邊 而且他還一直拿來罵過屁股 Oh My God Yuck 哎呦 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告訴給警長 警長我跟你講 我們警察局起來的那個員工啊 還掃地了 又真的是很惡力很怕死人了 亂亂掛那個臭臭布 蛤 什麼 那個掃地功能亂亂掛那個布 哇 這麼臭啊 啊 慘了啦 我覺得我不能夠做什麼東西 蛤 什麼 你不能夠做什麼東西 你是警長來的咧 在這邊你是最大 你這麼不可以做什麼東西 當然是把它給吃掉啦 啊 不行啊 因為呢 他是我的媽媽來的啊 啊 什麼 他是你的媽媽 喂 不然可能的事情 你叫你的媽媽來警察局掃地 我的天啊 那也可以啊 他進了 喂 想問一下 喂 不要說了 我就是他的媽媽來的 喂 孩子 為什麼你把那條布鱸鱸鱸掛 哎呦 原來是這個警長是他的孩子啊 就只是那個警長拿了一條布來罵屁股 哎呦 我的天啊 我沒有眼睛看了咯 真的很骯髒哦 我現在要懲罰他了 哇 原來他的懲罰方式是這樣子啊 叫我們兩個工作人員也是 也是他的媽媽的朋友啊 來打他 Oh my god 那也可以這樣子哦 他是警長的咧 喂 是不是警長啊 只要是我的孩子 我就可以教訓他 哇 我覺得這樣子不是太好吧 我覺得不要再打了 等下打出人命就糟糕了 喂 後面這位警察 你你你你 不要做什麼東西嗎 可以麻煩去阻止一下嗎 這樣子真的是很不對耶 嗯 我勸你還是掃裡一點會比較好啦 怎麼那麼奇怪 竟然叫我掃裡這些事情 哇 難道到警長媽媽那麼夠力嗎 哎呦 這邊又做什麼 Oh my god 警察死掉了 哇 怎麼會這樣啊 竟然警察會死掉 而且死在警察局的門口耶 太過夠力了吧 沒有錯 而且呢 我們有點懷疑 這個警察好像是 我們內部裡面的人所幹的 呵呵 我們內部人所幹的 慘了啦 到底是誰呢 OK 不要緊 暫時還沒有任何的證據之下 我覺得旁邊這兩位這個救護人員應該有辦法查出證據了對不對 當然是救護人員來的 哪裡可能會幫你查出證據 難道你到底是透明的嗎 我才是警察 我可以幫你查出證據 啊 OK 有你幫我查出證據 那是最好的 那麼現在呢 我要去到另外一個警察局那邊 我要去問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啊 在洛神都裡 除了有那一間最大間的警察局之外呢 這一邊也是一間大間的警察局 然後呢 裡面呢 也是有很資深的警察 可以讓我們很明確明白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OK 看前面已經有一位警察了 我們去問他一下就可以了 哇 你吃早餐了嗎 我還沒有吃咧 什麼吃早餐啦 現在我們警察局外面 忽然間有一位警察死掉 懂不懂 而且我們懷疑有可能是內部裡面的人做的 我需要你跟我們一起去調查一下 畢竟你們這一邊也算是一種總部來的嘛 對不對 也是其中一間洛神多的總部警察局來的 嗯 好的 可以 沒有問題 但是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小小的要求 哦 我知道了啦 肯定是要求所有的觀眾們在現場 如果還沒有訂閱FCQ YouTube頻道 記得點下訂閱 好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哦 就在前幾天 有一位市民跑來我們警察局 告訴我們說他家裡有很多東西被偷走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要展開一個調查行動 喂 等一下先什麼調查行動 我現在是跟你說 我們警察局外面有一個人被謀殺 你知不知道 而且是警察的 你不是要調查那一件事情嗎 哦 因為你叫觀眾們訂閱你的YouTube頻道嘛 所以訂閱了之後呢 今天我們要查的就是這件事情 你拉個放後面吧 哇 還有這樣子的 哎呦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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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我的天啊 那也可以這樣子的 明明是要查我那件事情先嗎 這不我來到這邊 你就要查你的那件案子 哎呦 我的天啊 那也可以這樣子的觀眾們 你們留言底下 這個警察做的對不對對不對 Oh my god 那也可以這樣子的哦 真是浪費我的時間 哎 但是也沒有關係啦 先搞定他的事情先啦 好啦 我們已經到達了 聽剛才那個警察有說到的就是呢 這個人呢 好像是來報警 告訴我們警方說了 他家裡有很多很多東西哦 每一天都一直這樣子 不見掉不見掉這樣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但是我相信這個案子 應該是離不開偷竊案的 OK 報警的人是住在這個地方 而且他是一個老老的uncle來的 我現在想 到底這個uncle啊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哎呦 哦 好像是他來的哦 啊 Hello 這一位uncle OK 是你報警了 是不是 上個星期你有去到那個大大警察局那邊 報警了 是你嗎 我上個星期報警了 你們警方現在才來詢問我 有沒有搞錯啊 哦 師妹 我 我不知道 因為是後面這位警察叫我怪的 喂 怎麼這樣慢 哎呦 我幫你罵了他哦 哈哈哈 來給我講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家裡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東西 一天一天一直這樣子不見掉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等到我去查我的病毒電視的時候 發現我覺得好像是我隔壁的鄰居所幹的 哦 隔壁鄰居幹的事情啊 隔壁鄰居跑來你家偷東西啊 是真的有這樣子的事情 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給我們看嗎 哎呀 還需要什麼證據啦 你直接去敲他的門 看他有沒有在家 插家你就知道囉 他也是很厲害哦 叫我們警方做事情哦 哇 OK 好的 我現在就去敲他的門先 哈嘍 我們是警察 請你開門一下好嗎 哎 警察你們來幹嘛 我今天沒有打劫銀行哦 你來我家幹嘛哦 哎 小富原來是你來的哦 沒有啦 你的鄰居呢 有告訴我們警方說你偷他家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你的家裡面 做一個調查一下哦 啊 方便你開門讓我們警方進去裡面一下 哎 怎麼可以這樣 你們警方至少要給我們 search warrant的notice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要進就進的 哎 好像是吼 因為呢 他不是嫌犯 也不是犯罪人物 這樣子 直接進去裡面好像有點不受很對 OK 這樣子的話我應該要怎麼辦呢 啊 不小心我問一下後面的警察 哎 哦 那一個人來了 哎 啊 你是報警了嗎對不對 我們現在暫時不能夠進入他家裡面調查 沒有沒有搞錯 明明就是他偷我的東西的 你們為什麼是警方不可以進去他家裡面 那是因為他不是嫌犯也不是罪犯啊 啊 小副 現在呢 你跟這一個人談吧 OK 有什麼事情的話 你們報警就是了啦 啊 我不會報警的 你放心 我告訴你 如果他敢動我一根冒的話呢 我一定會給他很夠力的 OK 隨便 你們只要確保不要打死一個人就可以了啦 OK 然後這位先生 如果你想要我們搜索他的家的話呢 你就來我們警察局報警 然後告訴我們給我們一點證據就可以了啦 OK 就大概是這樣子先吧 我感覺剛才那個案子好像真的有點浪費我的時間的 感覺好像手續上都沒有做好 就這樣子 哎呦 哎這位警察想問一下哦 剛才那個警察死在外面的怎麼樣啊 在這裡可以放心 那個警察已經在醫院了 他沒有事情 他已經被醫生拯救起來了 哇 這樣好啊 真的是大命不死哦 這樣子 哇 感謝天空拯救 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看一下警長現在什麼樣子 哎 What 哇 警長 哇呦 怎麼會這樣子的 耶 跟我一起來跳舞 耶 哈哈 哦 啦 哎哦 耶 耶 哇 好看哦 厲害啊 哈哈哈 哎 之前不是打他了嗎 怎麼現在會跟他一起跳舞的 哇 這個警長真厲害耶 OK啦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沒有事情的話 我們可以去調查 哎 賈賢 沒有東西做哦 嗯 現在是12點證 哦 這樣子的話 我們現在要做些什麼東西 哎 哇 你真是來警察局報警啊 我 我只是講講罷了耶 你真的來真啊 你說你要我來警察局報警嗎 而且呢 我要給你證據嗎 是不是 好的 證據就在我手上你自己看吧 哇 你們看這張照片已經足夠正面了 是小腹來了耶 衣服都是一模一樣 而且還戴著面具要進入那個人的家裡 哇 夠力哦 OK啦 好的 既然有這樣子的證據之下 然後你要來警察局報警了 我們現在可以採取行動了 哎 你們警察又幹嘛 為什麼把我抓起來 哇 我根本就沒有偷他的東西好不好 小腹不要再製造故事了啦 那張照片已經足夠證明是你來了 而且你還戴著一個面具 是不是在那邊 按他的家裡的那個keypad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 所以現在呢 我要去你家裡面調查 如果找到證據的話 你就死定了啦 好啦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小腹的家了啦 那位警察準備好了拿出你的武器 OK 我怕裡面會有一些匪徒 還是槍匪之類的 我準備好要把我們給打死 OK 現在我進去他家裡面了 哇 看到他家裡面好像沒有什麼動靜這樣了耶 哇 整個家都那麼漂亮了 哇 如果這麼漂亮的話 為什麼還要去打街頭那東西呢 哇 他的音樂系統真的是很特別哦 哇 他的家還拿過這麼多金牌的 應該是一個很成功的人來的哦 哇 原來他的家還有養小狗啊 準備這麼好的地方啦 他的小狗睡覺 這個人真的很有愛心哦 當我們來嫌犯的家裡做搜索的時候呢 是沒有看這些東西的 OK 拜託啦 這位警察不要這麼傻好不好 那是狗睡覺的地方 那狗可能有很多細菌的 不要靠近可以嗎 這個桌子上面有掛著一個鎖石的 然後呢 看一下他這邊有放很多水果 嗯 而且這邊好像有放很多木材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發現耶 不要緊我們下去他的地下那邊 他那個房間在哪裡啊 會不會是在這一邊呢 嗯 我看一下他左手邊好像有一個房間可以進去裡面的哦 哎呀 我的天啊 你們看一下他的房間這麼多東西 哎呦 這照片也有啦 然後哇 擺放這麼多酒哦 而且這酒是一箱一箱一箱啊 哇 後面還有什麼啊 這個是 哇 醫藥箱 我的老天爺啊 有沒有搞錯哦 半樣多東西回來 這肯定不是他買的囉 對不對 哇 你們前面看 這是什麼 哇 哎呦 Official CK 我的那個T-shirt 他連我的T-shirt也偷了一箱來這邊 OMG 哇 這個嫌犯啊 真的是太過夠力哦 我不抓他不行哦 喂喂 不用再查了 我已經找到了證據哦 他家這是偷很多東西 哎 他在看什麼東西啊 哈囉 哎 怎麼會有個閉路電視在這邊的 我剛才好像沒有看到的 那你沒有看到 剛才我一上來的時候就馬上看到 有在這一邊的啦 而且我發現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哦 你自己看 很重要的事情 事情還是線索 好啦我看一下先啦 哇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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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n 員 原来是这个人偷的 感觉这个人有点像一个人 不懂是像谁 喂 这什么 包关起来 那个人不是我来的 我是警察 可能我去他家偷东西 开门啊你 我的天哪 不要乱抓人好不好 你不要生惊啦 证据冲出你还想狡辩什么 原来你就是这个 自法犯法的警察 哇我的天啊 洛森都警察局有你这个警察 真是丢烂我们的面子了啦 Oh my god 我的天你在讲什么 我是警察 我哪里有做这种事情 什么我是自法犯法 喂你们不要给我走开 喂 回来 Oh my god 喂 观众们叫我回来 喂 回来 哇 惨了啦 喂 我这样子话我水洗都不清啊 喂 给我回来现在 Oh my god 惨了 喂 不要走来走去 我不要走来走去 我跟你讲啊 你到底要去哪里 你不要走前走后走前 就要在我面前这样子 哇 你是要刁难我是不是 你是故意要来弄我了是不是 喂 小富开门 Oh my god 不是我偷的 哎呦 惨了啦 三天了嘞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也不能够联络 喂 等一下 警长跑进来了哦 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你做的 我先放了你 但是呢 你要记得 现在警方的全部都会逮捕你 你既然逃跑 想办法尽快找出真正的偷窃案的凶手就可以了啦 哇 警长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会这样子相信我 OK 现在我就赶紧快离开警察局先 观众们 Oh my god 终于警长相信我嘞 哦哟 我真的是很感动 但是现在呢 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通缉犯 因为我是警察 然后呢 警长放了我 但是肯定警长不能够说是他放了我吗 是不是 Oh my god 你看一下警察看到我跑出来了 警察开始抓我了 Oh no 我要想办法找一辆车子逃离这个地方先啦 快点跑哦 快点跑哦 不要让他们看到我 但是警察都追到我 追到我很紧嘞 我还想要逃跑咧 惨了啦 我看我不喜欢 哎哟 惨了 他们开枪了 他们开枪了 不要紧 我穿着的那边有防荡衣 不用怕 OK 我要抢哪辆车 我抢这样车吧 诶 诶 这位先生 帮我一次记忆用这样车一下 我是警察 好了 我骗他 我是警察 但其实我根本就不是警察 我是警察的通缉犯 Oh no 观众们 怎么会我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OK 不要紧急 我无论怎样要想办法找出偷东西的那一个人就是了 我相信是小富来的是不是 一定是小富来的嘛 我没有想到原来 那个警察与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也是不好的人来的 他会摆放那一个CCTV 那个电视机器那边 然后就说是我偷东西 Oh my god 他把整个事情弄得很乱的这样子 惨了 难道那个凶手就是那个小富 然后我警察外面要死掉 那个警察被杀害了啦 在医院那边那个警察也是小富所干的 Oh my god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要紧 现在暂时警察找不到我 我先跑上去楼上躲着先 先成功逃离警察的州长新鲜 然后我们再想要怎么办 观众们 在这一部影片里面呢 我需要你们帮我一个忙 详细的把今天这部影片给看完之后呢 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下一部影片呢 我们将要做些什么东西 记得哦观众们 一定要告诉我哦 好的 各位观众们 感谢你们个人的观伞 记得还没有订阅我 PSK YouTube 频道 记得底下订阅哦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